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全荒酒把他联系版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火球术大战大表哥 来看双方的玩法三文随机 又是超级精彩的三文局 那么火球术开场随机到了一个哈维地 看大表哥今天该如何应对 大表哥的三文也是没得说 打火球术的话就看发挥如何了 火球术利用一个立会牵制法 但是大表开场就能量CD 这个波是什么意思啊 他应该是想出大招结果没有气 出了个波 那么现在哈维地就要开始连上一套了 空中一波CD 炸出来一颗气 空中再接CD 这样的话是没有气的情况下最高的一个衔机 但是大表哥使出援助 援助之后又连上去了 只要贴身 这哈维地就要开连 哎呀连晕之后大表哥跑不掉了 下面来看大表哥下一个角色 吸血光母哈蒂伦 大表哥能不能尽情的吸血 我们是没带 大表哥首先发破案 一个闪身穿波 穿过来就打上一套 火球主还是挺了解大表哥的玩法啊 反边飞气 空中CD 落地一拳炮拳上吧 落地再来一拳炮拳上吧 我们再来一拳CD 把一套两气连打到极限 三气连 好 清拳七手 晕掉以后 晕掉以后 也不放你走 那一个哈维地就要杀到大表哥最后一个角色了 火球主太猛了吧 有点 先别看大表哥下一个角色 第三个回合 大表哥的猴子呀 把猴子首先隔击飞一下 后面再飞一下 不然之后直接一跳试图打一个逆向 但是没那么容易 火球主你看又在找机会啦 大招都给废掉了 怎么回事 大表哥今天不在状态呀 火球主是一直压着在打 好 大表哥终于来了 可能他的状态就在猴子这里 四连撞脑一抓接笔上 疯狂脚之后 偷逃 再接一个疯狂脚 应该可以带走 后面看火球主下一个人 招式上面还是98C够劲啊 第四个回合火球主的琢磨 打起来就比较精彩 比较刺激的那种 手开飞翔脚直接跳在地 两点三点飞翔脚可以 霸王小虎群 前进手撂倒 下清脚追加 落地给个扔 咱们落地清脚再给个扔 连扔两次之后 琢磨小飞溪来了 龙虎乱舞 这个土都没加 大表哥血量不多 琢磨再跟上去 连续的跟 猴子怎么办 刚C的接龙虎乱舞 可以的 那火球术就拿到了一分了 火球术打法一向都是非常硬的 第二局大表哥要小心了 大表哥这局用龙二手发 龙二是我比较喜欢那个角色 因为他有一招闪电四连鞭 超级的酷 特瑞现在就追击过去 跑一个下盘 能量冲撞之后特瑞再爆上一气 爆气之后龙二也是用提杀 提杀有破绽啊 特瑞失误了 应该是出错招了 不出错招的话是可以 前接上接超杀的刚才 因为在连招中他就可以挤满一管气 现在裸出了一个超杀 也打到了 后面又断 为什么又断了呢 特瑞那就再来一趟 这一下 直接带走了 前面来向第二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 大表哥的虾米 第二个回合 加尔米 先左右 互跑一下 能量冲拳 能量冲拳 碎石地大灌篮 角落下半 趁短两点攻击 接一个能量冲撞 碎石地倒野踢 大灌篮接超杀 能量盆拳 炸炸炸炸 cd一脚 碎石地倒野踢 大表哥表示有点 问不住了呀 哦 大表哥生意滴血了 好 大表哥终于连住了 虾米要给他狠狠的一甲 抓过来 咱们再抓 落地虾米狂欢 飞升过去空中一甲 可以 好虾米 出了这个劲 再推过去 已经没有劲了 好大表哥剩下一个king了 大表哥这局情况又不容乐观了 因为这才是火球树第一个角色 大表哥后面打起来会很吃力的 跳地抢弓 跳地抢弓 那特瑞直接跟了一手倒野踢 接大灌篮 倾脚一点 逆向过顶 有破绽 有破绽 大表哥没有抓住 应该是掏下盘的 但那个战中拳刚好打空 因为特瑞属于一个蹲姿状态 那拼就掏下盘吧 掏完之后 镰刀腿经营美国选风梯 空中接手必杀技 带入 终于拿出了火球树第一个角色 好吃力 我们一看火球树第二个角色 接着走 第四个回合 火球树的气甲射 现在气甲射 首先在空中一跳 再跳 下青A 镰刀腿收到了 收到完收听 落地机 接必杀 大表哥又要开始爆发了 看这个情况 好 King的连招很稳 King是初代王者 这个角色 目前的话 用King的很少很少了 一套84连并没有打云 King就再开一套 这一次必死无疑 火球树还剩一个大门 看这个大门 这一次争不争气 第五个回合 大门出场 好大门先跳 爆气 爆气就King用 轻攻击风的位置 大门泡泡泡过去 还是中了一个波 大门再跟一发跳CD King又是下半攻击 大门闪到背后 King还是踢了一脚 看大门又是泡泡过去 好直中的一个大门 空中一跳 空隙蓝制三 空隙蓝制三被抢反 抢反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因为大表哥肯定不会允许他秀 因为有强反在手 大表哥的King步步紧逼 但是大表哥已经没有了强反 他牧力反击了 大门使用了一发炮 偷装天地反 先生来个头 先生来一发地狱折落 好下地头上佛 一脚提飞超大外格 然后更一手蓝制三 蓝制三 蓝制三 大表哥没有血了 大表哥再次实力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大表哥怎么回事 看大表哥的布莱恩 大表哥用头撞起来 接空中摇摆 再摇摆 撕 一波连接之后青椒点沙路 地生生的角落 射击 青椒点起来 我们看再一个射击 这一局大表哥可以的 将火球树给一套带走了 火球树下一个角色 大表哥吓死手了 这局一定要找回面子 看大表哥能不能拿住拉尔夫 拉尔夫的炮拳 不可小觑 都开 哎呀 也不小心中招了呀 都开又来 但是就是没有打拳伤害 还是让对手给起来了 都开 可以 青椒一点 扔 都开 又一个都开 再扔 火球树跑不掉了呀 直接被KO了 第三个回合 火球树的霸神 好看霸神空中一跳一个CD 葵花三十道角落 底波跟一手泄风 拉过来接一手葵花 抓到这个天堂 这些心得棒 翻手咱们再葵 喝 小跳百合者勾他 青椒两点葵花 漂亮 抓到跟个地波 小跳在地 抓到一段两段 一个非常棒的衔接 八只女生了 火球树 这局随机得了八神 可能火球树倒是要大开杀戒了 他这个八神目前是在定监了 挺耐 很少有人能战胜他的这个八神 现在来到大表哥下一个雅典娜 大表哥今天能不能起个好头 把这八神给拿下 八神暴击 哦乱舞八神肯定强反 强反以后会强勾百合哲吗 二选择了葵花应对 比百合哲更有效哦 因为刚才大表哥预判近身 抓了个西 这个西肯定是抓不住的 因为火球树把距离拉得也很远 第一波抓卸锋 翻手天堂之间西南 落地一葵 可 然后再用白合哲验弓 跳开地 牵脚一点葵花转到青鱼壳 来啊 八对手 一滴血了大表哥 大表哥跑不掉了 好 第一来看大表哥最后一个角色 第五回合大表哥的鲁卡尔 而且还是进霸鲁卡尔 这个鲁卡尔如果输了的话 那真的是太惨了 开场就给八只女人 大表哥表示为手无能为力啊 虽然是进霸鲁卡尔在手啊 好像也很难反杀呀 那鲁卡尔起身就会被爆气 剪刀脚来个波做取消 刚CD做取消 爆气了 爆气之后差点又被勾 鲁卡尔一直在躲对面的百合者 剪刀叫卡塞伯水 还是效果不好 剪刀叫卡塞伯走 终于轰到 但是后面怎么打呀 后面没有气了 中CD刚生意啊 第波取消一个CD 破球出3比2 结束战斗